各位亲爱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第一模块 审计基本原理当中的第三部分 审计抽样方法 那么这一部分的难度较大 总共是分为三讲内容 第十讲 性价比比较高 审计抽样的基本概念 难度不是那么大 但是涉及到的考点和考分比较高的一讲 你需要掌握什么是审计抽样 什么是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 什么是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什么是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掌握相关概念之后 对于选择题分数就比较好拿了 好 那么十一讲十二讲 讲的是审计抽样 在两大程序中的运用 分别是十一讲 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中的运用和审计抽样在细节测试中的运用 那么不管是在控测试还是细节测试当中 审计抽样的运用都是分为三大阶段 包括样本设计阶段 选取样本阶段和评价样本结果阶段 那么这两讲之所以难 一方面呢是因为大部分学员学的比较乱啊 这个逻辑性不够强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理念 涉及到计算会有些公式啊 然后表格啊大家记不住 那既然你已经开始了学习啊 可能你是第一次学审计抽样方法 也可能呢你是因为去年没有通过再次来学审计抽样方法 不管你是处于哪种情况都请你摆进心态 你就当自己是零基础 重新来看待这个审计抽样方法这一部分 掌握逻辑的基础上去把握细节 而又不钻牛角尖 你会发现其实这一部分也没有那么的难 好接下来我们学习啊 第一模块审计基本原理第三部分 审计抽样方法的第十讲 审计抽样基本概念 那这一讲涉及到四个考点 都是围绕审计抽样的基本概念啊 包括考点一是你抽样 那抽样要和其他的选扬方法加以区别 它的含义以及它的三大特征加以记忆啊 好考点二抽样风险与非抽样风险 比较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的区别 那么简单的说 抽样风险就是和样本规模相关的风险 好那么与样本规模无关的风险 我们统统称为啊是非抽样风险 好考点三是统计抽样与非统计抽样 那么掌握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的特点 以及优缺点 好考点四是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那么属性抽样 它关注的这个是事件的发生率 所以它是用于控制测试 而变量抽样呢 关注的是金额是错报 所以它用于细节测试 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特例 用的是属性抽样的原理 但是呢它得出的是变量抽样的结论 那么这种抽样方法叫货币单元抽样 好看一下本讲的考询分析 本讲主要讲解了 审计抽样的基本概念 概念嘛四组概念对吧 那么属于审计抽样部分 理论基础的内容 经常是选择其形式考察 那么我前面也说过第十讲 审计抽样基本概念 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考点不难 但是呢很容易考到 而且呢基本只考选择题 好我们看到考点一 审计抽样 好那么再看审计抽样之前 我们看这个审计抽样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种选样的方法 那么选样方法总共是有三种 审计抽样只是选样方法当中的一种 好 来三种选样方法 第一是对某总体包含的全部项目进行测试 那我们把它说成啊是叫全查 好然后第二呢是对选出的特定项目进行测试 但不推断总体啊选的是特定项目 比如说我专门抽取大金额或者帐龄长的 应收状要进行测试啊 我现在要对应收账款 十含证程序啊 我住会说哎 所有十万块钱以上的应收账款都要进行测试 或者说所有帐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都必须执行测试 所以这种情况他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特定项目 那么选特定项目就没有办法用这个特定的项目推总体了 对吧 因为这个特定项目跟总体的这个性质它不一样啊 所以第二种选样方法啊 叫选特定项目 好 那么第三种才是审计抽样 那么审计抽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 就是以样本结果来推断总体 就一定要满足这种选样方法 能够以样本来推总体 那么它才叫审计抽样 好 我们看一下审计抽样的含义 很长 从这个审计抽样的含义里面呢 我们也能啊得出审计抽样的三大基本特征啊 好 第一审计抽样是指注册会计师对某类交易或者是账户余额中低于百分之百的一个项目啊 实施程序 好 必须是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程序 因为如果说百分之百的去检查 那就不是审计抽样了 是全查 然后是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每一个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就想相当于只要你买彩票都可能中奖 对不对 但是这里并没有说被选取的概率相同啊 好 然后为筑块针对整个总体得出结论提出合理保证 这里说的其实就是有样本对总体 好 那么这句话里面提到了总体抽样单元 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简单看一下他们的概念 什么叫总体 它就是指 它就是指注册会计师从中选取样本 并希望拥取得出结论的整个数据的集合 比如说我要对应收账款的存在认定 获取得出结论的认定 那么这个总体就应该是所有应收账款的余额 这么一个数据集合 对吧 好 那么抽样单元是指构成总体的个体项目 那么刚刚那个例子抽样单元就是每一笔应收账款余额 好 下面第二句话 审认定 样本和总体具备相同的特征 所以呢 我筑块选取这个样本就能推断总体 好 第三句话 筑块通常只需要评价该账户余额是否存在中途错报 而不需要确定企业出示金额就是我关注的是这个期末账户余额有没有错报 我不需要关注西出数 好 由审计抽样的这个含义啊 我们得出了审计抽样的三个基本特征非常重要 经常考好第一个特征是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啊低于百分之百的一个项目实施审计程序 第一个特征就是低于百分之百 所以呢 刚刚三种选样方法当中的那个全查 他就不属于审计抽样 好 第二个特征 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每个人出身都有成功的机会 对吧 所以刚刚三种选样方法当中那个选特定项目就不属于审计抽样 因为如果选特定项目 那么你不满足特征的那些项目是不会被选到的 而审计抽样必须是每个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机会 那么这里再次强调一下 每个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注意这不一定是均等机会 就算我用的是审计 抽样 那么我大金额的应收账款 它被选取的概率 也可以比小金额的应收账款要高 只要每个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它就是实际抽样 并不一定是均等机会 那么有没有说哪种实际抽样方法 它每个抽样单元被选取的机会是均等的呢 有的 每个货币单元抽样 因为货币单元抽样 它的抽样单元是每一块钱 那么每一块钱跟每一块钱是不是都一样的 所以被选取的概率是相同的 好第三个特征 可以根据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所以第三个特征是 由代表性的样本去推总体 可以由啊 有代表性的样本去推总体 好 那么关于这个代表性 是有可考性的 啊 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我们理解一下 那么什么叫代表性呢 什么叫代表性啊 是指在既定的既定的风险水平下 注册会计师根据样本得出的结论啊 与对整个总体实施与样本相同的审计程序 得出的结论类似 什么意思 总体一千个 我抽其中两百个样本做程序 与对整个总体实施与样本相同的程序 得出的结论类似 我对两百个样本做了程序 然后样本推总体是不是得出结论了 与我直接对一千个总体做程序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是类似 不能说成相同啊 是类似 好吗 是类似 那么样本具有代表性 并不意味着根据样本测试结果 推断的错报啊 一定与 总体中的错报完全相同 它只是类似 因为毕竟一千个总体 你只对啊 其中两百个做程序 怎么可能完全相同了呢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样本的选取是无偏向的 那该样本通常就具有了代表性 好 下面第二句话啊 代表性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 与样本规模无关 而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 好 这句话 请你背一背 就是我们讲样本有没有代表性啊 我们看的是整个样本 就一千个去抽两百个 我们是看整个两百个样本 而不是去看某一个样本 理解吗 所以呢 我们讲样本有没有代表性 跟样本规模没有关系 而跟如何选样有关 就如果说这个样本没有代表性 你就是样本规模再多 那也没有用 而我们应该就是用合适的选样方法 去选出有代表性的样本 所以再说一遍啊 代表性是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 与样本规模无关 与如何选取样本有关 尽量去理解 不理解 请你背下来 好 下面第三句话 代表性通常只与错报的发生率 而非错报的特定性质相关 比如异常情况导致的样本错报 就不具有代表性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是发生率 关注的是一个概率 我们不关注个别现象 就如果说有个别现象 那我们可以排除 理解吗 所以代表性 我们关注的是概率 而不是个别现象 这就是对于代表性的理解 好 我们看2020年单选题 下列有关 审计抽样的 样本代表性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样本代表性 如何选取样本无关 应该是有关吗 与样本规模无关 与如何选取样本有关 好 B 样本代表性 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单个项目相关 与整个样本 而非单个项目 我们关注的是 这个样本的全体 正确 好 C 样本代表性 与样本规模无关 对的 与如何选样相关 D 样本代表性 通常与错报的发生率相关 而与个别现象无关 对吧 所以错误的选择A 好 再看一题 那么这一题 是2020年 当年的B卷 类似的考点 下列有关审计抽样的 样本代表性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样本代表性 与如何选取样本相关 对的 B 样本代表性 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 单个项目相关 也对的 C 样本代表性 通常与错报的 发生率相关 我们关注的是发生率 不关注个别现象 D 样本代表性 与样本规模相关 应该是无关 与如何选样相关 所以错误的选 D 同样的考点 换了表达方式 对吧 好 再来 2018年的单选题 下列 关于审计抽样的 样本代表性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样本代表性是指 根据样本测试结果 推断了错报 与总体中的错报 总体中的错报 完全相同 错了吧 应该是改成 类似 你没有对总体 全部项目去做程序 不可能得出 完全相同的结论 B 如果样本的选取 是无偏向的 该样本 通常就具有了 代表性 对啊 无偏向的样本 那就是有代表性的样本 正确 好 C 样本代表性 与样本规模无关 而与如何选取样本有关 正确 D 样本代表性通常指于错报的发生率啊 而非错报的特定性质相关 正确 所以错误的就选择A 好 再来 2017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审计抽样 基本特征啊 基本特征的有 A 对具有审计相关性的总体中 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样本规模总是小于总体规模的 所以低于百分之百是一个特征 好 B 可以根据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来推断出有关抽样总体的结论 样本推总体也是一个特征 好 C 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正确 好 D 可以基于某一特征 从总体中选出特定项目实施 审计程序 选特定项目 不满足什么 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概率 所以这不是审计抽样的基本特征 那么属于审计抽样基本特征的 就应该选A B C 好 下面第四点 审计抽样的一个适用性 那么审计抽样 在我们三大总体审计程序 包括这个风险评估程序 控测试还有实际程序当中 是不是都适用呢 我们逐一过一下 你看 风险评估程序是干嘛 是通过询问检察官叫分析程序 来了解被审计单位其环境 略物方面 识别评估重大创风险的 那了解没有什么抽样一说 对不对 所以风险评估程序 应该是不用实际抽样的 再看这个控制测试啊 那么控制测试是测试内部控制 运行有效性的程序啊 比如说有一项内控 是费用报销要领导签字 那么你可以去看这个领导有没有签字 那领导一共签了一千次字 我说我抽其中的八百次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用实际抽样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确实这个内控 它留下轨迹的 你才能去抽 如果它没有留下轨迹 你也没法抽 好我们再看实质性程序 那么实质性程序 它分实质性分析程序和细节测试 那实质性分析程序是研究 财务数据和财务数据 以及财务数据啊 和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关系 那分析数据间的关系怎么抽样 没办法抽样 但是细节测试 检查原始评证啊 寒证啊 肩盘啊 那肯定是可以抽样的 所以实际程序当中 实质性分析程序 不能用实际抽样 而细节测试可以用 审计抽样 所以你其实你自己理一理啊 可以得出这些结论 好我们再念一念 审计抽样 并非在所有的审计程序中啊 都可以使用 那么注册外机是你实施的 审计程序啊 将对运用审计抽样 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这个风险评估程序啊 风险评估程序通常 不涉及啊 使用审计抽样和 其他选要测试项目的一个方法 不用 好 要控测试呢 分留不留下轨迹 当控制运行留下轨迹时 那么注快可以考虑 使用审计抽样去实施控测试 那么对于 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实施测试 那么注快通常啊 实施询问观察等审计程序 以获取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啊 此时 不易使用审计抽样 好再看实际程序 那么实际程序包含两类啊 包括对各类交易 照护余额披露的细节测试 以及实质性分析程序 那么在实施细节测试时 注快可以使用 审计抽样的方法获取证据 而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呢 因为是研究术与人的关系 对吧 注快的目的不是根据 样本项目的测试结果 去推断有关总体的结论 那么此时就不易使用审计 很简单 对吧 所以我们在里面啊 风险评估程序 直接不用审计抽样 控制测试 如果这个内控 留下轨迹的话 可以使用审计抽样 不留下轨迹 就不使用审计抽样 那么实质性程序当中的 细节测试 可以使用审计抽样 而实质性分析程序 不使用审计抽样 好 2014年的公选题 下列各项审计程序中 通常不采用审计抽样的 有 A 风险评估程序 这个不采用 对吧 B 控制测试 这个不能选 不能说 通常不采用 因为如果这个内控 留下轨迹 还是可以采用审计抽样的 好 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 这个不采用 细节测试 这个是通常采用的 所以通常不采用 审计抽样的有 就应该选择A和C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本讲的考点2 抽样风险与非抽样风险 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 我们曾经在学审计风险 这个考点的时候 是给大家提到的 就学审计风险里面 我们引出了一个考点 叫检查风险 那么这个检查风险 其实可以等价于什么 抽样风险加上非抽样风险 好 那么什么是抽样风险呢 抽样风险是指 筑块根据样本 得出的这个结论 与对总体全部项目 实施与样本同样的审计程序 得出的结论 存在差异的一个可能性 也就是抽出的样本 不能代表总体的风险 本来我是要用样本结果来推断总体的结论的 结果这个样本却不能代表总体 那么这个风险就是抽样风险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风险呢 就是因为这个样本规模 它不等于总体规模呀 我筑块未能对所有的总体实施程序 对吧 我只是抽了一部分 那抽的这一部分可能运气好 抽的比较好 也可能运气差 抽的比较差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就是抽样风险 简单说就是 根据样本得出的结论 和直接对全部总体做程序得出的结论 不一样 这就是抽样风险 那么如果说你实施的是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 它里面的抽样风险 分为叫信赖 过度风险 和信赖 不足风险 那我们字面理解一下 信赖过度风险 其实就是过度信赖 那么什么叫过度信赖 这个内控应该是无效的 你去信赖它了 这个才叫 过度信赖吧 所以它是一种 坏人当好人的 风险 好 第二类抽样风险呢 叫信赖不足风险 什么叫信赖不足 你应该信赖它 没有信赖它 就是这个内控本来呢 是有效的 但是 你得出了无效的结论 所以它是一种 好人啊 当坏人的风险 所以控制测试里面的 神秘上风险 有两种 信赖过度风险 和信赖不足风险 那么刚刚我是 口语化给大家介绍了 这两种风险 我们念一下准则 对它含义的这个描述 信赖过度风险 是指 推断的 控制有效性 是高于其实际 有效性的风险 所以实际没有那么有效 对吧 它是坏人 我推断的呢 比实际的有效 当做好人 对吧 好 那么信赖过度风险 与审计的效果 与审计的效果有关 那么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 信赖过度风险 更容易导致 注册会计师 发表不恰当的 审计疫情 因而更应于关注 因为是坏人当做好人 这是有风险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 影响的是审计效果 我经常把这个注冠 比喻成是 就两院院士 要么进医院 要么进法院 所以像这种 坏人当好人 影响审计效果的 两院院士应该是进 进的法院 就危险了 他很坏 你当做好人 最终是会产生后果的 好 那么第二类 审计抽样 风险啊 是信赖不足风险 那么他是指 推断的控制有效性啊 低于其实际 有效性的风险 就实际更有效 就实际上 他是一个好人 然后你推断的有效性低啊 那就 当做啊 换人 那么好人当做坏人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本来我这个内控 是有效的 你说他 无效 那会导致 哎 我做了 很多的实际程序 因为我当内控 无效了 那么最终 是不是影响的是 审计的效率啊 所以信赖不足风险 是与审计的效率有关 那么两院院士 进的是医院 其实就是 自己累一些嘛 但是最终啊 不会产生什么后果 好 我们再来看细节测试里面的抽象风险 分 物受风险和物局风险 我们还是先字面理解啊 物受 错误的接受 不该接受 你接受 所以他是 坏人当好人 那么影响的是神剑 效果 两院院士进的是法院 好 再看物局风险 错误的拒绝 不应该拒绝 你拒绝了 所以他是好人 你当做了 坏人 对吧 所以两院院士应该是 进什么 错误的拒绝 应该是进医院 因为影响的是效率 我拒绝了 我大不了就再扩大一下 测试范围 最终还是会得出 正确的结论的 只不过会浪费一些时间 好 物受险啊 是指 注册会计师 推断 推断 某一重大挫暴 不存在 而实际上呢 存在的这个风险 那么物受风险 影响的是审计效果 两院院士进法院 容易导致 注册会计师 发表不恰当的意见 我们这个 坏人当好人 在那个审计风险那边 讲过的 发表不恰当的 什么意见 因此注册 更加予以关注 因为这会 带来不好的后果 好 那么物据风险 错误的拒绝 是指注快 推断某一挫暴存在 而实际上 不存在的风险 就浪费一些实际啊 那么与信赖不足风险 类似 物据风险也是影响的是 审计的效率 你说如果账面金额 不存在重大挫暴 但是注快 却认为其 存在重大挫暴 那么注册会计师 你就会去扩大 写测试的范围 对吧 并考虑获取 掐行证据 但是你扩大测试范围之后 你最终你其实 还是得出了 恰当的结论 就只是浪费了一点时间 所以它两院院士啊 进的是 医院啊 影响的是 审计的效率 好 那也就是说 无论是在控制测试 还是细节测试当中 抽样风险都分为两种类型 那么一种是影响审计效果的抽样风险 影响审计效果的 包括控制测试当中的影响效果 信赖过度风险和细节测试当中的物受风险 还有一类呢 是影响审计效率的 包括控测试当中的信赖不足风险 和细节测试当中的物拒风险 好 我们再举具体的例子来说一下这个抽样风险 我们先看信赖过度风险 是控制测试当中影响审计效果 两院院士进法院的那个风险 就是推断的有效性 要比实际有效性高的几个风险啊 看看它是怎么产生的 好 某一内部控制 一年被执行了一千次 那么设定的设定的可容忍偏差率呢 为百分之五 可容忍偏差率啊为百分之五 假设实际情况啊是 一千笔中有两百笔啊 一千笔中有两百笔失控 这是一个真实情况 也就是这个总体真实的一个偏差率啊是 呃百分之二十啊 实际偏差率百分之二十 那么这个实际偏差率 它是超过可容忍偏差率的 所以这个啊总体实际上是不能被信赖的 对吧 好 然后注册会计师啊 运用 审计抽样 推断这个总体的一个啊 结果啊 那么假设注册会计师 确定的样本规模是一百笔 也就是一千个总体 我抽一百笔 然后运气比较好 审查之后呢 只发现一笔有偏差 那注册就来算这个样本偏差率了 那么样本偏差率就用样本的偏差数 除以样本规模 也就是一除以一百 那么样本偏差率啊 就是百分之一 对吧 而样本偏差率又是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嘛 但后面我们还要说要考虑这个确保风险 那我们这里先简化啊 假设我推断了总体偏差率 如果说这个非统计抽样 我就用这个百分之一 那么说百分之一小于可容忍偏差率对吧 总体是不是就可以接受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总体可以接受吗 不能接受 所以就相当于你对样本做程序得出的结论 和对全部总体做程序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本来这个内控是不应该被信赖的 现在你说内控是可以被信赖的 所以你推断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是不是就高于实际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啊 那么这就是信赖过度风险 好我们再来看信赖不足风险 应该信赖 但是你没有信赖 就是推断的这个信赖程度 它是低于实际信赖的 对 两院院使进的是 医院嘛 影响的是审计的效率啊 好 还是这个例子 内控被执行1000次 可容忍偏差率是5% 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 100笔中有40笔是失控的 那么40除以1000 实际的偏差率是4% 可容忍偏差率是5% 说明这个总体实际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对吧 内控啊 是可以被信赖的 好 那么注册会计是运用审许抽样来推总体了 那么注册也是抽了100笔 那么这时呢 它的运气不太好 100笔当中 居然有30笔的偏差 所以计算出来的样本偏差率啊 就是30除100 30%了 因为样本偏差率是总体偏差率最佳估计嘛 假设是非统一抽样 可能推断的 这个总体偏差率啊 就是 30%了 那我们把这个30%啊 就直接去跟 可容忍偏差率去比 就是说这个总体就不能接受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总体的总的偏差率 只有4%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注册推断的内控有效性啊 是低于 实际内控的有效性 所以它可能就拒绝一个本该接受的内控 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注册不信赖内控 所以它就做了大量的实际程序 就浪费了一些时间呗 对吧 所以它影响了审计的效率啊 你这就是啊 信赖不足风险 好 我们再来看看细节测试当中 先看物受风险啊 错误的接受 不该接受你接受了 所以它影响的是审计的效果 就是说你推断样本的这个错报 你是低于它实际的错报了 你把一个不该接受的 总体你去接受了 好 比如说 有100笔应收账款 那注决会计师通过专业判断 被审计单位的一个性质啊 或者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一个了解 认为被审计单位不太可能低估应收账款 高估应收账款的可能性很大 那你通过 你通过审计抽样来测试 应收账款的总金额是否被高估 假设我们这个实际上 这个4000万当中 它有1000万错报 金额非常大 对吧 那么这个总体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我可能错报才70万 但是我在抽样过程中呢 我可能运气比较好 我抽了100笔 刚好这个100笔没什么错 审查之后只有2万的错报 如果我用差额法 就是我承认这个错报 对样本规模是成正比的 那你100笔应收账款里面有2万的错报 那我总体是1000笔吧 是吧 那我1000笔我去放大 就只放大出20万的错报 那么这个20万是不是低于可用错报 所以我就会得出结论 总体可以接受 但实际上呢 这个总体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块推断的应收账款项目 不存在重大错报 而实际上存在的风险 这个就是物受风险 那么物举风险是一样的道理 是推断的错报 物受风险是推断的这个错报 低于实际的错报 而物举风险呢 是推断的错报 高于啊 这个实际的错报 好 理解要点 第一 只要使用了神秘抽样 抽样风险啊 就总会存在 那么在使用统计抽样时 注资会计师可以准确的去计量和控制抽样风险 好 两个点啊 第一 只要用审计抽样 抽样风险就总会存在 为什么 因为只要是审计抽样 样本规模 就肯定小于总体规模 如果等于那就是全查了 那只要样本规模小于总体规模 抽样风险就总会存在 好 另外如果你用的是统计抽样 何为统计抽样 我们下一个考点给大家解释啊 这个抽样风险是可以计量和控制的 计量是计算出抽样风险是5%还是10% 控制指的是 我想要达到5%的抽样风险 我需要多少样本规模 在统计抽样当中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注意 如果你没有使用统计抽样 使用的是非统计抽样 那么注快是无法量化 没有办法量化这个抽样风险的 只能根据职业判断啊 对其进行定性的评估和控制 好 然后第二 对特定啊 样本而言 抽样风险与样本规模反方向变动 那么样本规模越小 抽样风险就会越大 样本规模越大 抽样风险就越小 因为当样本规模无限接近总体规模的时候 抽样风险就无限接近零 但是呢 样本规模不能等于总体规模吧 否则你就不是是你抽样了 是全查了 好 第三句话 既然抽样风险只与被检查项目的数量有关 那么控制抽样方向风险的唯一一个途径就是去控制样本规模 无论是控制测试啊 还是细节测试 柱子会计是都可以通过啊 扩大样本规模来降低抽样风险 那么如果对总体中的所有项目都实施检查 就不存在抽样风险了 但是 这个时候手机风险也完全有非抽样风险产生 但是这个就不是手机抽样了 就是全查 好 我们再归纳总结一下啊 抽样风险我们分控制测试当中的信赖过度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 那么信赖过度风险就过度信赖嘛 是坏人当好人影响实际效果 两院院是进法院的风险 信赖不足风险 是坏人当好人影响实际效率 两院院是进医院的风险 同样的细节测试中的抽样风险分物受风险和物具风险 那么物受风险是坏人当好人影响实际效果 两院院是进法院的风险 物具风险是好人当坏人影响实际效率 两院院是进医院的风险 好 我们看2016年的单选题 下列有关信赖过度风险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 信赖过度风险属于非抽样风险 错了吧 信赖过度风险是控制测试当中的抽样风险 B 信赖过度风险影响的是审计的效率 过度信赖影响的应该是审计的效果 两院院是进行是法院的那个风险吧 所以B不对 好 C 信赖过度风险与控测试和系列测试均相关 错了信赖过度风险是和控制测试相关 然后D 数字会计是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规模来降低信赖过度风险 那么信赖过度风险是属于抽样风险 那么通过扩大样本规模是不是确实可以去降低抽样风险正确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选择D 好 接下来我们看非抽样风险 那么抽样风险是和样本规模有关的风险 那非抽样风险就是和样本规模无关的风险 非抽样风险是指出的会计是由于任何与样本规模无关的原因 而得出错误结论的可能性 好 那么产生原因 产生原因 柱子会计是选择了 不适于实现特定目标的审计程序 比如说发生存在这个目标我又顺查了 完整性啊 用逆查了 好 然后第二 柱子会计是选择的这个总体 选择的总体不适合于测试的一个目标 比如我要测试应收账款销售完整性的时候 那我们用顺查 那么这个总体应该是原始凭证 完整性嘛 但是他却选择了主营业务收入的日记账作为总体 错了吧 他用账作为总体的不对应该是原始凭证啊 就是形成应收账款 形成销售交易的那一系列原始凭证 那么主要是那个收入确认的关键单据啊 作为这个总体 好 然后第三 柱子会计是未能恰当的定义控制偏差或者错报 导致注款未能发现样本中存在的偏差或错报 比如说有一项内控 是说这个部门 这个费用报销 要部门经理和总经理同时签字 那么偏差应该是 部门经理或者总经理 只要有一个人没有签字 就是偏差 但是你定义成啊 部门经理和总经理 有都没有签字时才是偏差 那你就定义错了 对吧 那你把这个偏差定义错了 那么产生的风险也叫非创风险 好 然后第四 柱子会计是未能适当的去评价 审计发现的一个情况啊 例如柱子会计师错误解读 错误解读审计证据 导致没有发现误差 错误解读证据 然后对所发现的误差的重要性啊 判断有误 从而呢忽略了性质十分重要的误差 那么也可能啊导致得出这种不恰当的结论啊 错误解读证据 好 我们说抽样风险的控制 是要去扩大样本规模 对吧 那么非抽样风险的控制呢 那你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比如说你错误的定义偏差 那你正确的定义就可以了 你选择了不适合目标的程序 那你选择正确的程序就可以了 主要是看这个非创风险是怎么产生的 好 非创风险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因而呢 可以降低或者说防范 那前面我们说这个抽样风险在统计抽样当中可以量化和控制 非统计抽样当中不能量化 那这个非抽样风险你注意了 任何一种抽样方法都不能量化 但是呢 它是可以尽量的去控制去降低的 虽然在任何一种方法中 注快都不能量化 非抽样风险 但是通过采用适当的质量管理政策程序 对审计工作进行适当的指导监督复合 以及对注册会计师实务的适当改进 适当改进 可以将非抽样风险降至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 那么注册会计师也可以通过仔细设计审计程序 来尽量的降低这个非抽样风险 好 我们做题 2020年的单程题 下列有关非抽样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注册会计师未能适当的定义误差 会导致非抽样风险 你看未能适当的定乯误差 它跟样本规模无关嘛 所以它会导致非抽样风险 正确 B 非抽样风险可以量化 错了 在任何一种抽样方法中 非抽样风险都不能量化 C 非抽样风险在所有审计业务中均存在 正确 因为非抽样风险只要是跟样本规模无关的风险 都规到非抽样风险 当然所有的审计业务中均存在 好 D 对总体中所有项目实施测试 无法消除非抽样风险 对总体中所有项目实施测试 它消除的是什么 消除的是抽样风险 所以无法消除非抽样风险也正确 那么这道题错误的就选择B 好 我们再来 2018年的单选题 下列有关 非抽样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非抽样风险 不能量化 对吧 在任何的抽样方法中 非抽样风险都不能量化 B 非抽样风险影响审计 风险 因为审计风险等于重大错误风险乘以检查风险 然后那个检查风险呢 又等于抽样风险加非抽样风险 所以非抽样风险影响 检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风险 所以B是对的 然后C 柱子会计是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规模来降低非抽样风险 错了吧 扩大样本规模降低的应该是抽样风险 好 D 柱子会计是可以通过 采取适当的质量管理政策跟程序啊 来降低非抽样风险 对的 啊 我 采取适当的质量管理政策跟程序 那我避免说 哎 错误的选程序啊 错误的定义 偏差 错报 那么这些都可以去降低啊 非抽样风险正确 所以这道题目错误的选择C 好 接下来 2014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不会导致非抽样风险的事 A 柱子会计是选择的总体 不适合于测试目标 总体不适合于测试的目标 它就是导致的非抽样风险 所以A不选 B 注册会计是未能适当的定义误差 它导致的也是非抽样风险 也不选 好 C 注册会计是未对总体中的所有项目进行测试 这个导致的是抽样风险 所以不会导致非抽样风险 选 D 注册会计是未能适当的评价 审计发现情况 这个导致的是非抽样风险 所以不选 那么不会导致非常风险 你应该选C 因为C导致的是抽样风险 好 接下来我们看啊 本讲的考点三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那么对于这个考点 大家主要是要掌握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的特点 还有优缺点 在对某类交易或者说账户余额 使用审计抽样时 注册会计师啊 可以使用统计抽样方法 也可以使用非统计抽样方法 那统计抽样是指同时具备下列特征的抽样方法 同时具备两个特征 第一是随机的选取样本项目 随机选拥 所以呢 等讲到审计抽样 在控测试和细节测试中的运用的时候 我们说到啊 几种选拥方法 简单随机选拥啊 系统选拥啊 还有随意选拥中 就只有前面两种 简单随机选拥 系统选拥可以用于统计抽样 因为随意选拥 它不满足随机性 所以就不能用于统计抽样 所以第一个条件是要随机选拥 两个条件是同时满足啊 那么第二条件呢 是运用概率论啊 概率论来评价样本结果 包括计量抽样风险 所以统计抽样的样本啊 统计抽样的样本啊 必须具有这两个特征 不同时具备上述啊 两个特征的这个抽样方法 是非统计抽样 要么你没有随机啊 选取样本啊 如果说没有对样本结果 进行统计评估 那就不能认为 使用了统计抽样 另一方面啊 你基于非随机选样 的统计评估也是无效的 就是说你没有随机选样 或者说你没有用概率论啊 这个其实也就是统计 评估的方式啊 来评估样本 就只要 有一个条件没有满足 那么这个选样方法 都不叫统计抽样 都叫非统计抽样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统计抽样和 非统计抽样的优缺点啊 那么既然这个统计抽样 和非统计抽样 到现在还是共存 说明呢 它们各有优劣 对吧 好 我们先看统计抽样啊 统计抽样的优点 优点 似的优点低 客观的计量和精确的控制 抽样风险 可以去量化 抽样风险 5%还是10% 可以去控制抽样风险 我要达到5%的抽样风险 我要抽多少样本 第二可以更高效的设计样本 然后第三 可以计量啊 以获取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我获取这么多的这个证据 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么低的抽样风险 好 然后第一 能定量的去评价样本结果 因为它最终它是用统计的方法去样本配工 好 那么统计抽样也有一些缺点啊 以需要特殊的专业技能增加了培训注册会计师的成本 因为注快要懂统计嘛 好 然后第二 单个样本项目要符合统计要求增加了额外的费用 因为要满足这个独立同分布啊 这种 好 这是统计抽样的优缺点 然后我们来看 非统计抽样啊 那么非统计抽样的优点 优点就是操作简单 实用的成本比较低 因为它不需要像统计抽样那种样本还满足什么独立同分布啊 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然后第二 它适合定性分析 因为它没有办法像统计抽样那样去量化抽样风险 更多的是定性区分析 其实抽样风险是高是中是低 好 然后第三点特别注意 如果设计适当 如果设计适当 也能提供于统计抽样同样有效的结果 所以你不要想大人觉得 非统计抽样没办法量化吗 所以不管它怎么设计都没有办法达到统计抽样 那么精准的效果的 不是 如果设计适当 非统计抽样也能提供于统计抽样同样有效的结果 那么缺点缺点就是无法精准的去测定出抽样风险 好 相同点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的相同点 在设计 实施和评价样本时 都离不快职业判断 虽然我们说统计抽样可以量化抽样风险 对吧 那么即便它量化抽样风险 也不代表说就不要用职业判断 对 你在计量抽样风险时 你会需要用职业判断去确定 我到底是选那些标准 好 然后第二 对选取的样本项目是审计程序通常与使用的抽样方法无关 就不管我用的是统计抽样 还是非统计抽样 我该含证含证 该减盘减盘 程序是跟选样方法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么诸会到底是选择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 它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呢 成本效益 诸的会计是在统计抽样 与非统计抽样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时 主要是考虑成本效益 并运用职业判断 好 看21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关于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都可以客观计量抽样风险 错了吧 只有统计抽样可以去量化抽样风险 B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都难以量化非抽样风险 对的 不管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 非抽样风险都不能量化 C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都需要注册会计时职业判断 都离不开职业判断正确 好 D 如果设计得到 非统计抽样能够提供 与统计抽样同样有效 结果这就是为什么 它们共存 所以D也是对的 那么这道题目错误的选择A 好 2017年的多选题啊 下列各项中 属于统计抽样 特征的有啊 统计抽样有两个特征 第一是随计选样 第二 包括这个量化抽样风险 然后第二 就是用样本推总体 用统计抽样的方法来样本推总体 好 A是随机选取样本项目 对的 B评价非抽样风险 这个不是统计抽样的特征 你非统计抽样 你也要去评价非抽样风险啊 对吧 所以B不对 好 C是运用概率论啊 概率论来评价样本结果 对的 D运用概率论来计量抽样风险 对的 它把两个条件 它拆成了三句话 对吧 所以ACD都是的 属于统计抽样特征的选ACD 好 2013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有关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柱子会计是在统计抽样与非统计抽样方法之间 进行选择主要考虑成本效应 对吧 原话嘛 正确啊 B 非统计抽样如果设计适当 也能提供与统计抽样方法 同样有效的 结果 正确 好 然后C 柱子会计是因根据具体情况并运用职业判断 确定使用统计抽样或者非统计抽样的方法 用职业判断去确定用那种方法成本效应 对吧 正确啊 好 然后D 柱子会计使用非统计抽样时 不需要考虑抽样风险 不管是使用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 都要考虑抽样风险 只不过非统计抽样没有办法去量化抽样风险 但是定性的去评价抽样风险 它也叫考虑抽样风险吧 所以D不对啊 那么错误的就是D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本讲的考点4啊 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那么简单的说属性抽样呢 它关注的是事件的发生率 发生还是没发生 所以它用于控测试 因为控制测试我们关注的是内控运行有效还是无效 而变量抽样呢 它关注的是金额 关注的是金额有没有错报 所以它是用于细节测试 但是有一个特例呢 是用的是属性抽样的原理 但是呢得出的却是变量抽样的结论 就得出的是金额的结论 那么它的名字叫货币单元抽样 好 那么不管是这个属性抽样 还是变量抽样 还是货币单元抽样 它都是属于我们考点3啊 学的统计抽样里面的 就是非统计抽样我们不这么分 所以这个小细节大家也注意一下啊 好 我们先看 属性抽样刚刚说了 适用于控制测试啊 属性抽样 是一种用来对 总体中某一事件的发生率啊 得出结论的统计抽样方法 所以我们讲 属性抽样是在讨论啊 统计抽样的方法 那么属性抽样在审计中 最常用的用途 就是去测试某一控制的偏差率 以支持注册会计师 评估到控制风行水 那无论交易的规模如何 针对某类交易的设定控制预期啊 将以同样的方式运行 就是说这个内控要么运行有效 要么运行无效 对啊 它们权重是一样的 要么发生 要么没发生 因此在属性抽样中 设定控制的每一次发生 或者是偏差 发生或者是偏差 都被赋予同样的权重 而不管交易金额的大小 跟金额没有关系 好我们再看 变量抽样啊 变量抽样 那变量抽样 适用于是细节测 是因为它关注的是金额 变量抽样是一种 用来对总体金额啊 用来对总体金额 得出结论的统计抽样方法 对总体金额 得出结论的一个统计抽样方法 那么变量抽样 里面它回答的问题 金额是多少 账户有没有拓报 所以金额啊拓报 都是跟细节测试相关的 它主要用途 其实就是进行细节测试 来确定啊 我们记录的这个金额 这金额是不是合理 好 所以我们根据啊 他们的这个定义来看 属性抽样 其实得出的就是 发生率的结论 对吧 那么变量抽样 得出的就是金额的结论 但是有一个例外 刚刚说了 就是变量抽样 它里面包括一个抽样 叫货币单元抽样 它呢 它不用变量抽样的原理 它用的是属性抽样的原理 但是它得出的 却是金额表示结论 好 怎么理解货币单元抽样 因为货币单元抽样 它的抽样单元是每一块钱 所以这每一块钱 对还是错 就被赋予了同样的权重 这根属性抽样里面的那个发生率 其实是一个意思 但是呢 货币单元抽样 因为它属于变量抽样 它最终得出的还是金额的结论 它只是用着属性抽样的原理 得出了金额的结论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属性抽样用于控制测试 变量抽样用于细节测试 因为属性抽样 关注的是发生率 所以用于控制测试 它是去测试内控的偏差率 而变量抽样呢 是对总体的金额得出结论 它是去测试错报的金额 然后还有个特例 就是变量抽样当中的货币单元抽样 用的是属性抽样的原理 但是它得出的是金额的结论 所以它也是属于变量 也可以给大家画图这个梳理一下 我们所说的属性抽样也好 变量抽样也好 首先它都是在统计抽样底下分的 对吧 统计抽样底下分为 属性抽样 和变量抽样 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好 那么属性抽样 它得出的是 发生率的结论 所以它是用于 控制测试 对吧 那么变量抽样 它得出的是金额的结论 所以它是用于的选细节测试 然后这个变量抽样呢 它又分为两类 变量抽样 它又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普通的 我们可以给它取名 叫传统变量抽样 它就是用变量抽样的原理 得出金额的结论 我们给它取名叫 传统变量抽样 好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 它是属于变量抽样 但是因为它用的是 属性抽样的原理 所以我们给它另外取名叫 货币单元抽样 因为它的抽样单元是每一块钱 所以每一块钱的权重是一样的 它用的就是出因抽样的原理 最终它还是得出金额的结论 所以它还是用于细节测试 所以它还是属于变量抽样 只是它跟我们传统变量抽样 要加以区分 清楚了吧 这是统计抽样底下分的 属性抽样变量抽样 变量抽样底下又分的 传统变量抽样和货币单元 好 那到这里啊 第十讲 审计抽样基本概念 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总共给大家说了四组概念 对吧 属性抽样 然后抽样风险和非创风险 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还有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好 本讲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